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说 真正的聪明是在了解人性的同时 也很了解自己 善良的人在生活中 总是为了帮助别人而委屈了自己 但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不会帮以下三种忙 第一种 折损自己的忙 有的时候 不忍拒绝别人 就成了伤害自己的原因 有些事 你明知会伤到自己 却总因为自己太心软 就义无反顾伸出援手 去帮一个你本不该帮的忙 有的时候 你明明委屈 但却因为不好意思拒绝 只能硬着头皮伸出手 去帮一个你做不到的忙 但真正智慧的人 只会在自己有余力时 再去帮助别人 不会让自己白白被折损 第二种 折损别人的忙 有些人心也太多 想陷害别人又不敢动手 就想拉你一起下手 利用你的手去做坏事 如果你真的抹不开面子 帮了一个人去折损别人 那你就损了自己军事的福报 也伤害了另一个人 真正聪明的人 一定有正确的是非观念 不帮别人折损他人 维护住内在的善良 第三种 帮别人做决定的忙 有时候 人也会因为自己的热心而有麻烦 园里再丰富的人 也不要轻易为别人做决定 因为人不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 更不能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 如果盲目替别人做了决定 却没有达成想要的后果 这会让对方抱憾终身 你也需要担上责任 聪明的人 懂得自己的能力 也懂人性的复杂 该帮的忙 不遗余力 不该帮的 绝不插手 往后余生 愿你光明磊落做人 坦坦荡荡做事 行走世间 快一人生 我是依禅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 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